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内容 咱们先来调试一下设备 声音画面正常的同学,咱们请扣下一 进入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呢 咱们先来签一个道啊 好,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讲解 咱们的同学也又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啊 非常开心 每次课程都来坚持学习啊 所以说学的也是非常快的 也能很快的这个掌握这个 诊疗的思路以及我们的知识啊 所以说同学们 咱们来学皇帝内征的时候 不仅仅学的是我们的这些啊 什么病用哪个穴位这些知识点啊 更重要的是学会背后的这些诊疗思路 我也已经看到有些同学 已经啊这个按照这条老师讲的治疗思路啊 去治疗一些老师没有讲过的疾病啊 已经有了很完整的这个思路了 非常的棒啊 也非常的开心 好,那么开始咱们今天的 今天呢主要讲我们治疗肩背部疼痛 以及我们肩膀抬举不力 还有肩膀后展困难的啊 这个黄金内征的这个手法 好 再来理一理我们的思路啊 每次课每次礼啊 争取达到咱们信守年来啊 好,三 我们的法则是什么呀 三二一 三就是我们的三才和三交 三才就是天人地啊 三交就是我们的上交中交下交 我们三部分 我们的胸口窝以上啊 是我们的这个天部 胸口窝到这个肚脐 是我们的人部 肚脐以下是地部 分三部分 这是我们的发病位置 也就是病位 那么我们的治疗部位在哪呢 哎,没有在我们躯体上啊 我们选穴是非常简单和安全的 我们选穴选的是我们的手肘啊 腿和脚啊 选的是这些 也是对应关系 天对应天 地对应地 人对应人啊 那么咱们讲的是肩部的 那么肩部它属于哪啊 三才啊 属于哪儿 天人地属于哪儿 是不是属于我们的天部呀 哎,属于我们的上交啊 我们天对应着天 所以我们治疗选取的部位 是我们的手腕附近和脚踝附近啊 这是我们选取的这个穴位 选取的部位 这是我们的三啊 也就是我们三交定位是上交 同期的部位是我们的手腕部和足踝部啊 好,我们的真质法则啊 部位我们知道了 真质法则我们来看一下 肩部 并正在肩部的左侧 比方说你左肩疼呀 屈身不力呀 啊 那么我们选取的就是 右腕或右踝啊 同期 那么正在肩部的右侧 取左腕或左踝同期 如果正在肩部两侧 症状相似呢 男左女右取同期 症状程度不同的 严重一侧 作为主症同期 好 这是法则 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了啊 然后三选完以后就选二了 二就是涉及到我们的阴晶 还是阳晶 哪一条阴晶 哪一条阳晶 咱们上节课也给大家分享了 我们守太阴肺晶啊 经过我们的哪 守太阴肺晶 是不是经过我们的肩部 但是以哪呀 云门中虎啊 这块为主 也就是我们的鼠骨 窝儿下边这儿有个凹陷啊 然后到我们的肩膀头这儿啊 以这块疼痛呀 屈身不力呀 以这个为主 我们选的经络 就是我们的守太阴肺晶 啊 守太阴肺晶 好 现在同学们能准确的分出 我们这几条经络 在我们人体 它的这个分部了吗 能不能同学们 上一节课啊 老师请模特 来在模特身上啊 找了找 每条经络 在我们肩部 它具体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同学们 你们下去 有没有在你身边的人身上 去找一找具体的经络分布呀 这个可是很关键的一步啊 如果你找了同学 请扣一 没有找的同学 可以扣一个二啊 这个很关键 你看我 哎 你只是看的 真正变成你自己 需要你亲自的去实践一下啊 好 这是咱们守太阴肺晶的 守太阴肺晶 它的 循行部位 是不是在我们肩前面啊 啊 经络找到了 我们要找同期的穴位了 那么我们看 守太阴肺晶 它的同期穴位 是哪个穴位啊 是我们的 精渠穴 精渠穴 精渠穴在哪 在太阴穴的下边 太阴穴 是不是在我们万恒纹 这个位置里啊 万恒纹上一寸 饶动脉啊 饶侧凹陷中 是我们的这个 精渠穴 啊 也就是我 离着我们手肘近的这一侧啊 是我们的精渠穴 好 大家 要记住 精渠穴的这个位置 它主要是治疗我们肩膀前边疼痛的一个 统气穴位 好 我想请问同学 大家对太阴这个穴位 熟悉还是陌生呀 熟悉还是陌生 是不是很熟悉啊 我们讲到治疗哪个部位的疾病的时候 用的是胎原血量 治疗哪的 好 是不是治疗我们咽喉部的一些疾病的时候 用到胎原血量 哎 我们肩膜是金曲 大家注意一下 它有没有这个位置的这个 有没有一个位置的一个什么样呀 排列分布顺序呀 哎 相当于一个倒置的人啊 我们人站着是 头向上 然后下边是脖子 再下边是肩啊 再下边是胸 那么到我们手上了 我们的手掌对应的是头部 我们的手腕对应的是我们的脖子啊 再往下 金曲 再往下啊 是对应的我们的肩部 好 它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倒置的人呀 好 同学们能看清楚这个的同学 请扣一 能理解老师刚才表达的内容呢 请扣一 我们讲头痛的时候啊 对应的是我们的手 手掌啊 讲到我们颈向部或咽喉部的时候 对应的是我们的手腕 啊 今天又讲肩部 肩部是不是还靠下呀 又往下走 对应的是我们的金曲啊 所以它依次相当于倒置的这个人啊 这样你学起来是不是就简单了呀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金曲啊 太渊 好 这是我们手太阴肺经上的 咱继续往下看 手绍阴心经 手绍阴心经啊 它对应我们肩部的疼痛 以我们的夜窝肿痛为主啊 涉及到夜窝肿痛的 我们首选的经络是 手绍阴心经 好 那么手绍阴心经和夜窝对应的一个穴位 是哪个穴位 我们来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的通理穴 哎 通理穴 通理穴在哪 万恒文上一寸的这个位置啊 是我们的这个通理穴 好 那么大家来看一看 通理穴 我们除了通理穴 哪个穴位我们学过呀 是不是神门穴我们学过呀 神门穴我们学过 那么我们在讲什么疾病的时候 学的神门呀 是不是在讲咽喉肿痛呀 哎 用的神门 在讲肩部 腌下疼痛的时候 用的是通理 好 大家来看一看啊 我们的咽喉部 啊 在这个位置 大家画一下啊 我们的咽喉部啊 咽喉部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啊 我们的夜窝下 在这个位置 哎 咽喉部疼痛的时候 用我们的这个神门啊 咽喉下啊 这个肿痛的时候 用我们的这个通理 好 它是不是有一个位置的划分呀 哎 还是倒置啊 倒置的这个原理啊 倒置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通理穴啊 那么这样 咱们请模特儿啊 来把这两个穴位 具体的位置啊 给大家来讲一讲 首先我们来找一下的 精渠穴啊 精渠穴 在饶动脉啊 饶侧凹陷中 这个穴怎么找呢 啊 需要这个手 手内侧啊 嗯 好 哎 首先我们找手 太阴肺经 大家都知道 太阴肺经 在手的内侧前缘 然后再找到 我们的万恒纹啊 万恒纹这样 哎 一弯这儿 有个万恒纹 万恒纹上一寸的 这个位置 哎 饶动脉 凹陷 但一摸这儿 一个饶骨小头啊 再往这儿 是不是一个动脉 也就是咱们经常 这样耗麦的 这个位置 你这样一耗麦 你的中指 就能明显的 感觉到什么样 一个动脉 波动啊 咚咚咚咚咚 那么在他的哪啊 饶动脉 饶侧凹陷中 也就是在这个 动脉和这个骨头 之间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 怎么取血 因为你先 好多同学 在摸到动脉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取血啊 他说拨开 也不知道怎么拨开 给大家啊 说一下一个小窍门 首先你的手掌 要能摸到 他的动脉 波动 先摸一摸 先感受他 感受到了 再说下一步啊 比方说你在这儿啊 感受到了以后 然后往下拨 往下拨的话 他的跳动 灯灯灯 会随着你往下拨 他拨动了啊 说明你已经 把这血管拨下去了 然后再在这个 血位上去取血啊 这样去取血 他直次是 0.3到0.5寸的 你往他 你往下 给他拨下去以后啊 再再顺着你的 这个指甲缝 比方说啊 顺着你的这个 指甲缝这儿 哎 贴着指甲边 你这个指甲 已经把这个动脉 拨下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贴着你这个指甲 是不是比较安全的呀 哎呀 贴着这个指甲啊 你别这样起来 要把这个拨下去 那么动脉 已经在你指甲 内侧了啊 所以你贴着指甲 这一侧 是比较安全的 假如说 有的同学说 哎呀 老师我还是有些啊 不敢下针 没有关系 在这个穴位 你去点柔 哎呀 这样来回拨他 来回点柔 啊来回点柔 好 这是我们的 精渠血啊 太渊 精渠 太渊之嗓子疼 精渠 至我们的这个肩膀疼啊 这是在手太阴肺经上的 主要治疗我们肩前边啊 肩前边我们的云门 哎 云门中腹这一块的啊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啊 好 给他 好 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心经 手哨音心经 主要是治疗我们夜窝 下边这个疼痛的 我们首选的穴位是通理穴 通理穴也在万恒纹上一寸的这个位置啊 万恒纹上一寸 在尺侧万曲级见一 这个基建之间 一摸 这儿啊 有一个基建啊 基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大金啊 在这个大金里边啊 大家可以摸一摸自己的啊 有的在这儿扎 这样有点偏了 摸摸一下这个金 这儿有一条金 在这个金里边啊 好 万恒纹上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通理穴啊 通理穴 这是我们的神门穴 神门穴治疗咽喉肿痛 通理穴治疗我们的肩膀疼痛啊 大家应该能看出他们的位置区别 是不是啊 好 咱们来看下一条经络啊 这是啊 守哨音心经上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守绝音心包经啊 心包经呢 它经过我们的胸部外侧啊 还经过我们夜前的这个大金啊 有时候你按这个大金是不是也有一些不是呀 所以这个大金这一块 还有我们我们的锁骨下边是我们的肺经肺经下边也就是我们的心包经啊 这个区域出现疼痛的话我们就可以选取守绝音心包经 守绝音心包经啊 它的这个同气经络是哪儿是我们的内观穴啊 内观穴 好 内观穴大灵大家熟悉吗 是不是很熟悉啊 你们去做功课 哎 这个功课是什么之前也给大家留过作业 把同一条经络上我们学到的穴位 写出来 然后对应的部位写出来 大灵对应的是我们人体的哪个部位 内观对应的是我们人体的哪个穴位 劳工对应的是我们人体的哪个部位啊 这样去分部位的整理好笔记 好 那么内观穴我们来看一看内观穴 它在我们前臂长侧啊 万行纹上两寸两个大金之间 也就两个基建之间 直次0.5到1寸啊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穴位到底在哪呢 来咱请模特啊 好 好 来 在我们万行纹啊 万行纹大家应该都会找了 这样一找这儿说有万行纹啊 万行纹上两寸 哎 两寸找到这儿以后 然后两个大金之间 大家摸一摸 这两个大金人跟人不一样 有的金呢 缝特别窄 所以你下针的时候 一定要用这个手卡住啊 把这两个大金剥开 在这儿贴着你的指甲 下边去下针 啊 为什么呢 你有可能扎到他这个金上 扎到金上 一个是疼啊 另外一个疗效 不是特别的好 有的人呢 他这个金分的很开 那这个就好说了 是不是啊 好多年轻人 他这个金呀 分的不是特别的开 有些上了岁数的人啊 他这个金呀 分的是比较开的 你自己去看一看啊 好 这个是直刺 直 直着扎下去就行了啊 直扎下去 好 这样可以了啊 嗯 好 在这个穴位上啊 直刺 也就是于我们的这个乘90度角 于我们的皮肤乘90度角 这样直接给他扎下去就行了啊 扎多深 0.5到1寸就可以了 1寸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长这么宽 是1寸啊 一半 0.5一半啊 这么深 他有针感了 就可以了 好 给他摸他啊 哎 同学们你们学的时候啊 跟着老师一起啊 我找哪个穴 你也跟着一起找哪个穴 好 这是我们的 守绝音心包经啊 它的这个统气穴位 治疗我们夜前大肩呀 这一块出现疼痛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经络 守太阳小长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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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我们人体巡行的是哪啊 我们的肩胛骨啊 绕着我们肩胛骨 这一块啊 出现疼痛了 我们首选的经络 是守太阳小长经啊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的统气穴位是哪个穴位 是我们的肢正穴 在这条经络上 选的是肢正穴 肢正穴在哪 在我们万倍横纹上 两万倍横纹上 五寸的这个位置啊 直次或斜次 0.5到0.8寸 直次也就是 与我们皮肤成90度角 斜次也就是成45度角 这是我们的这个肢正穴 好 同学们 除了肢正穴 我们还学过哪个穴位呀 养骨后吸穴 大家还有印象吗 好同学们 关于羊骨后吸穴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还有没有印象 有印象吗 哎呀 后吸穴 羊骨穴 肢正穴 这三个穴位 分别对应的是我们人体的哪个部位呀 对应的是人体的哪个部位 大家去查一查 后吸穴对应的是哪 写出部位来 给大家留作业啊 给大家留作业 是哪个部位 对应到我们人体的哪个部位 羊骨穴对应的是人体的哪个部位 肢正穴对应的是哪个部位 当然了今天咱们讲了肩部 肢正穴对应的是肩部 那你羊骨和后吸呢 还记得吗 哎 把作业留给你们啊 要提交作业的 这样的对于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完整的这种逻辑思维呀 是非常啊 有用的 所以同学们要好好的把这个作业给提交了啊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肢正穴在哪个位置 咱们请模特上来啊 给大家来找一找我们的肢正穴 好 肢正穴 肢正穴在我们属于我们的手太阳小长径啊 这是啊 小长径在我们手的外侧啊 外侧 那么你找这个穴位的时候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咱模特为了演示清楚 所以他转了一下胳膊 哎咱转但是咱们找穴取针下针的时候不能这样啊 为啥呢 他就会变形会变化啊 所以还是让他转过来 转过来以后你可以这样 哎对 这样啊 一定要正着去找这个穴位 因为尤其是我们找前臂的这块的穴位的时候 这样你手来回转的话 那么他穴位和经络都会变的啊 取穴不准 所以还是请他这样啊 正过来正过来以后 找我们手到外侧 后圆 太阳经 是不是 后圆啊 后圆 然后万恒纹啊 找到万恒纹这样一 上五寸 四指是三寸 好 四指是三寸 四寸 五寸 啊 五寸 这个位置 好 一般来说啊 知症穴在这儿 那么你也可以怎么样呀 也可以在这附近找压痛点 有的人他会有明显的压痛点啊 那你就在这个压痛点上去给他下针 有的人压痛点不敏感啊 没关系 哎 你直接在你找到这个穴位上给他下针就可以了啊 下针直次啊 直次就可以了 或者是斜次啊 向下斜向上斜都行啊 好 这是咱们的这个知症穴 好 来看下一个 好 手太阳小肠经啊 知症穴主要是治疗我们肩膀后边啊 导致的一些这个疼痛呀 肩膀的问题呀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经络 足太阳膀胀经啊 足太阳膀胀经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上几个讲的是魏经 画的是魏经的图是不是啊 这次咱们给他啊 是足太阳膀胀经 咱就讲足太阳膀胀经 他是从哪到哪的呀 寻肩膊啊 从膊内左右 下灌甲啊 甲脊也就是 大家看他实际的这个寻形图 能看出来是不是啊 好 在哪啊 在这个部位 哎 在这个部位 左右都有 如果一个人肩膀出现疼痛啊 或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这个位置靠近我们的哪啊 肩胛骨内侧这一块啊 肩胛骨内侧这一块 那么我们首选的经络 是哪条经络 输足太阳膀胱经 包括我们颈项部脖子这块啊 靠近 所以说同学们 你首先要对我们这条经络 它的寻形要有一个很准确的认知啊 你在取经络 取穴的时候 就会非常精准了 咱们有同学问 说老师我得了一个病 我到底是选三个穴位 还是四个穴位 还是把所有穴位都选上 这就要考验你的功底了啊 什么功底 就是对我们经络分布的 啊 这个有多精细的这个功底 如果你对经络分布了解很明确的话 你可能确定几条经络 就选几个穴位就行了 如果你对经络把握不准 那有可能你选的穴位就比较多啊 好 这是咱们足太阳膀胱经啊 我们选取 一个同期的穴位 就是我们的腹羊穴 腹羊穴 在小腿外怀后驱 昆仑直上三寸的位置啊 肥骨与根腱之间 直刺 0.8到1.2寸 好 直着扎进去就行了啊 昆仑穴在哪儿 昆仑穴是不是在我们外怀 肥骨与根腱之间的凹陷处压 这是我们的昆仑穴 昆仑穴你再往上量三寸 三寸也就是我们的四个手指 四指是三寸啊 往上量 就是我们的这个腹羊穴 好 也是直刺就可以了 直刺就可以了啊 还是 如果它在血液附近 有很明显的压痛点 你就直接扎那个压痛点 如果没有 那你就直接在血液上下针 有的时候这个压痛点啊 它不一样 一个跟你这个手感有关系 比方说你没有摸过太多的人 你可能即使有压痛点啊 你也不会摸出来 或者是患者也不是特别容易清晰的告诉你 这个需要你多练啊 多摸多练 这个时候你才能找到压痛点呢 另外呢 有的时候 它当天那个压痛点不明显 可能你第二次扎针的时候 它压痛点才会出来呢 所以说它都是变化的啊 每次先去找穴位 再去看穴位附近有没有压痛点啊 有压痛点的话 首选压痛点 没有压痛点 直接在穴位上见真啊 就可以了 好 一会儿再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啊 这个你可以把问题啊 说清楚一下 我这个不是特别的理解 不是特别的理解啊 你再重新表达一下啊 好 咱们是足太阳膀胱经啊 首选的是我们的浮阳穴啊 浮阳穴 尤其是后边啊 后边的 肩背后边的 那么啊 你的问题是不是 我们可不可以选手太阳经上的呀 手太阳经 咱们选的什么呀 知正穴 所以说咱们这经过后边的 又有这个太阳 手太阳经 又有足太阳经 是不是啊 哎 那么你如果在手腕附近 找到这个知正穴 你给他解决问题了 那你就不用在脚上再取穴了 不是咱们讲到的所有穴位都要选一遍 根据患者的啊 这个反应 哎 如果患者你扎完以后患者好了啊 或者有一个明显的改善了 你就不用去取他穴位了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还有手阳明大肠经啊 手阳明大肠经 他主要经过的在我们肩甲上边 是不是啊 哎 我们的肩峰肩鱼啊 这个位置 在我们的肩正上这个位置啊 属于我们的手阳明经 手阳明大肠经啊 我们在这个部位选取他的这个铜器穴位 就是我们的偏力穴 偏力穴位于前壁 万倍侧远端 横纹上三寸 阳溪与曲池的这个连线上 直次或斜次0.5到0.8寸 这个偏力穴呀 它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穴位啊 好 那么咱们来看一看 偏力穴它到底在哪个位置 咱们请模特啊 来给大家找一找这个穴位 好 偏力穴属于守阳明大肠经啊 守阳明大肠经在万倍横纹的前边 也就是我们大拇指这一侧 万倍横纹上三寸啊 上三寸 这样你 哎 往上一捋 好 四指是三寸 好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好 放松 在这个位置上 大家看到这儿一个大筋了吗 这个筋里边这儿啊 筋里边这儿 就是我们的这个偏力 有的人啊 你去按一按 他有很明显的偏力穴附近 有压痛点 哎 你按是否有压痛点的时候 你要注意啊 你按压的力度是一样的 用一样的力度去按压 你别说啊 我觉得这个穴位 他可能会疼 我使劲给他按 他不疼 我也得给按他按疼了 啊 好 哎 找到这个穴位 或者找到压痛点以后 直接给他下针就行了啊 直刺于皮肤成90度角啊 斜刺啊 就是成45度角 这样一般直刺就够了 一般直刺就可以了啊 直刺0.5到0.8寸 这个深度就行了 好 这是我们的首阳明经 好 咱们啊 有同学问这个 我 咱们啊 再回来 有同学问 这个我选非阳穴行不行 是不是 足太阳膀胱经 咱们选的铜器穴位是 浮阳穴 啊 有同学说 啊 大家看 这儿啊 看这儿 我们选的铜器穴位是 这个穴位 有同学说 我选飞扬穴可不可以 哎 飞扬穴可不可以 好 这就涉及到什么呀 飞扬和浮阳 同属于我们足太阳膀胱经 啊 足太阳膀胱经这么长 看后背 这么长 是不是 那它能解决的问题 那它能解决的问题啊 也是有位置差别的 位置差别 我们的脚腕 对应的是我们的脖子 颈向部啊 那么我们浮阳穴 这个穴位 治疗肩胛部的问题是靠近脖子 还靠近哪啊 靠近哪儿 说一个位置啊 位置 是靠近我们的脖子的 是不是啊 啊 那你飞扬穴也能解决 我说实话 也能解决一些问题 一些疼痛啊 什么时候用飞扬穴 就是在它疼痛位置靠下的时候 靠下的时候啊 用飞扬穴效果是比较好的 它有位置的差别 另外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呀 你在浮阳穴附近找压痛点 啊 人跟人不一样 有的压痛点可能是靠上 靠近我们飞扬穴 有的压痛点可能是靠下 靠近我们的昆仑穴 好 同学们 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都能理解老师说的这个位置吧 就是它发病的位置 和我们取穴的位置的一个位置差 能理解的同学请扣下一 你们这个思路是非常好的啊 好 都在 小伙伴们都在直播间吗 好 现在都理解了啊 非常棒非常棒 这就是咱们皇帝内征的一个思路啊 一个思路 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浮阳穴啊 是我们一个定位穴位啊 你在浮阳和飞阳之间 那你在我们肩背部的 也是有一个区间的啊 在这个区间 你去找一个压痛点 哎 你看哪个穴位好用 你就用哪个穴位啊 好 非常棒非常棒啊 好 那么咱们接下来继续的 继续讲 接下来的内容 刚才给大家分享了 我们的这个啊 偏利序和这个 好 偏利序在我们的万恒纹上三寸的这个位置 属于守阳明大长经啊 守阳明大长经 好 他也是治疗我们肩膀的一个疼痛啊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经络 守绍阳三交经 守绍阳三交经 他的这个经络 循移型的部位在哪 是不是靠近我们的这个 阳明经和太阳经中间呀 他的这条经络 在手臂上的经络 他就在中间呢 啊 中圆 前圆 中圆 后圆 那么他在我们肩膀的分布也是啊 在我们这个肩膀 后边有一个大经 他主要是在我们这这块肌肉上去分布的 如果你这个肩膀后边这个肌肉出现疼痛呀 僵硬呀 那么你首选的经络就是守绍阳三交经 啊 三交经确定经络以后 就要选他的同期的穴位了 这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外观穴 外观穴在万倍横纹上的两寸啊 持骨与饶骨之间 也就是两个骨头之间啊 直刺0.5到1寸 那么下面咱们请模特来找一找这个穴位啊 在哪 好 在我们啊 中间的位置 大家也可以看啊 咱们也可以请模特做一下 再给大家 好 大家看我们手背上三条 经络前圆中圆后圆 阳明少阳太阳 啊 同学现在分不清的 记不住的 回去下功夫去记啊 分三条 到了我们肩膀上也一样的 阳明在我们肩膀头这儿啊 这阳明 再往后一点中间这个是少阳 再往后一点这一块是太阳 他在我们肩部也是分前中后 分三部分的啊 所以你看他疼痛在哪 如果疼痛在肩膀头这一块疼的话 就首选阳明 如果在中间这一块疼的话 首选少阳 如果在后边这一块疼的话 首选太阳啊 好 那么我们看一看 首少阳 也就是我们肩膀后边这个大肩 这一块如果出现疼痛啊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首选的同气经络 就是我们的 请坐一下 请起一下啊 就是我们的外观穴啊 外观穴在万倍横纹上两寸的位置 两寸一寸两寸啊 好 找到这个穴位以后 你摸一摸 这儿是不是两个骨头呀 所以你要扎在两个骨头中间啊 不要扎在骨头上面 扎在两个骨头中间啊 去中间这儿 一下一阵就行了 也是直刺啊 直刺 直刺于皮肤乘90度角啊 乘90度 0.5到1寸就可以了啊 好 这是我们的这个外观穴 好 同学们 好 这是守少阳经的 咱们啊 这个主要是这七条经络 经过我们的肩部 所以我们首选的是 这七条经络上的同气穴位 咱们再过一遍啊 再过一遍 大家记住哪几条经络啊 首先第一个是守胎一肺经 在内侧 同气穴位是经渠 好 守少阴心经啊 也是内侧后缘 同气穴位是通理 守菌心包经 在内侧中原啊 同气穴位是内观 所以我们守的内侧三条经络 是不是都用到了呀 哎 内侧三条经络 是不是都用到了 哎 都用到了啊 好 咱有同学 好 咱们再往下看 守太阳经 哎 守太阳经啊 同气穴位是知正穴 足太阳经 同气穴位是富阳穴 守阳明经 同气穴位是偏利穴 守少阳经 同气穴位是外观穴 啊 这是七条经络 咱们上几个讲了胃经 是不是 胃经靠哪啊 靠近我们的腌喉部 锁骨内侧啊 如果一个人告诉你 他锁骨这一块 按着锁骨这个腾 啊 我们首选的经络 是什么经络 是我们的胃经呀 啊 首选的经络是胃经啊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知道肩膀是这样 但是有的患者啊 给你表达不是特别清楚 哎 你只要 还是把我们经络在我们人体分部的具体详细的这个位置啊 给分辨清楚了 后期你就比较好选经络了 他有的时候他告诉你是这儿 这儿的话有可能就是我们的胃经经过的地方啊 他如果偏一点的话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肺经经过的地方呀 啊 虽然都在我们这胸肩前边这一块呢 但是他具体的位置你要和患者确认啊 然后确认完了以后 再看他属于哪条经络 好同学们啊 大家还记得老师给你们留的那个作业吗 同一条经络啊 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部位 他的同气穴位分别是什么啊 要提交作业 好 那么咱们回过头来 肩背部疼痛 肩膀抬举不力 肩膀后展困难的啊 咱们怎么来治疗 首先咱们来看一个肩背部疼痛的 好 肩背部疼痛 我们首选的经络是哪条经络呀 肩背部疼痛的首选经络是哪条经络 是不是这两条经络呀 一条经络是首太阳小长经 一条经络是足太阳膀胱经 好同学们能看出这三条经络来吗 两条经络来吗 咱们就看经络啊 另外还有一条经络叫首绍阳三交经 也是在肩背部呢 是不是后边呢 好同学们 他这个出现疼痛啊 屈占不力的情况下 咱们首选的是这三条经络 经络选定以后 咱们选穴位 假如说啊 一位男性 他左肩背部出现疼痛了 我们选的是哪 我们选的是什么 是哪个具体的穴位呢 对右边是不是 哎选右边 右边的哪个具体的穴位 首先我们确定了首绍阳三交经 哎我们就选右手的三交经统计穴位是外观穴 好外观穴选了一个穴位了啊 再选第二个 太阳经 手太阳经 啊 统气穴位是哪个 肢正穴 所以我们选右手的肢正穴 是不是选了两个了呀 哎 如果你用这两个给他治疗好了 啊 他已经有明显的改善了 咱们有可能怎么样呀 就不用去选别的穴位了 是不是啊 哎 你选了两个 好 如果是足太阳膀胱经呢 他的疼痛位置啊 还不够靠里边一点 靠近我们脊柱的位置 还有的话 咱们是不是可以选足太阳膀胱经上的浮阳穴呀 哎 浮阳穴啊 好 同学们 这个案例大家会分析了吗 会分析的同学 抠个一的 一位男性啊 左侧肩背疼痛 肩背不疼痛 我们选了三条经络 一个是手太阳经 哎 一个是足太阳经 一个是手少阳经 啊 三条经络 它既然是左侧 我们选的右侧去治疗 右手或者是右脚去治疗 好 那么我们选了三个穴位 一个是啊 手 右手的外观穴 少阳经上的 另外一个就是 右手的肢正穴啊 肢正穴 属于我们 太阳 手太阳经上的 哎 如果好了 咱们就不用再取穴了 如果它靠近我们肩胛骨的 靠近我们脊柱的这一侧 还有疼痛的话 我们可以选足太阳经上的浮阳穴 右脚的啊 浮阳穴 好同学们 这个思路大家理清楚了吗 偏力穴是属于阳明经上的啊 阳明经上的 如果一个人肩膀 肩肩肩峰 肩膀最上边出现疼痛了 好 一位女性 哎 两个肩膀都疼 但是情况比较少啊 两个肩膀都疼 尤其是肩膀头这 肩膀最顶端这疼 好同学们 我们选择 哪条经络上的哪个穴位 是左手还是右手 好同学们 现在能跟上老师的思路吗 如果一位女性 两个肩膀最顶端这都疼 好 肩膀这都疼 那么就不分左右了 按照男左女右来取血 女性 所以咱们选的是右手 右手一看这个哪条经络呀 阳明经 我们选阳明经这条经络 再找阳明经上的这个 同气穴位 也就是咱们的偏力穴 偏力穴这个穴位啊 去竞争就可以了 好 现在同学们能理解 老师说的这个诊疗思路吗 还是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 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你把每条经络经过的位置 和他的同气穴位去整理一下啊 再把咱们的真挚法则 也是怎么样 脑烂熟于心啊 张口即来 这样的话 你遇到好多病症了 都能自己分析了 好 那么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也可以去咱们群里去提问啊 那么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